我本身是很好玩,很好学,很好尝试的一个企业家 所以当然我本身也是蛮坚持一下的 因为做一个企业家是非常多的挑战 然后我们要坚持的思想去解决每一个问题 这是一些关于我的 其实现在我是我们的公司叫Dresto Dresto.com是我们的网站 其实我们的网站是一个可以让每个女生 她们的衣服、她们的裙子是可以共享给其他的女生 所以其实要做到这样的效果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可以让每个女生可以把她们的照片放上去我们的网站 然后她们的裙子可以选择租或者是卖 因为有些裙子比较有价格的是可以租的 然后有租的那个价钱也会比较好 有些东西是卖会比较好 所以我就可以让每个女生可以选择卖 或者是买 所以我们的公司是其实是要 推荐发表较好 这个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目标 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是当然是从自己的发现就是我看到我的太太的衣橱 她就像其他的女生就是女生都是很喜欢购物 就喜欢买东西就喜欢买衣服 所以当我看到自己的太太的衣服的时候就其实就让我去想到 其实很多衣服是underuse的 就是没有用这样多或者是比较少用 或者甚至是有些衣服呢是已经是穿不下了 或者是已经是有新的代替她嘛 所以就很多衣服就放住了 所以其实如果是每个女生你们去算一下你们自己的衣服 其实有可能是五个数字的放在你的衣服 没有包过包包还有包过鞋子 只是衣服而已 所以其实这东西就这个就让我感觉到这些衣服是其实可以做一些 因为目前都没有那时候没有解决方案就是 三年前没有解决方案那时候就是 没有想到这些衣服可以怎么样去找到她的自己的价值 所以就刚开始我们就就开始 当然我不是IT的我们就开始找 co-founder 我找到我找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是sales跟marketing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tagguide 会做整个网站会做这个platform出来 所以当我们做我们的网站出来 了过后第一件衣服 第一个model是我的太太叫她拍一个拍照 然后第一件衣服放进去我们网站的 你知道我太太的衣服那个裙子那时候的 租给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租了过后呢还回来的过后呢又卖给另外一个朋友 所以租更卖的那个价钱已经是超过我们那个之前我太太买的那个价钱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们更有信心 然后我感觉到很多女生是可以用这个平台来让他们的那个衣橱 一些比较少用到的衣服是可以拿来得到那个价值了 这样子 刚开始我们做这个platform的expectation 就是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看到一些女生可以把他们的衣服可以真的 是租出去或者是卖掉给其他有用到的一些女生 然后当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们有去college 或者是unicity去那边promote给那些比较想要赚钱的一些女生 然后过后呢 next level我们就去找celebrity去找social media influencer 让他们去懂我们这个平台 然后过后最后的就是我们去找那个衣服的租借的店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有超过60间的衣服店在我们的平台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希望普通人参与就是去做一些租跟卖 可是过后到过后到现在是已经是有超过60间店面 就在我们的平台可以让那个女生去找到还要的裙子在我们的平台 其实我们的刚开始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可以 我们当然我们目标是很大 可是我们要从小开始做起 因为我们的公司能力本钱都有限 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力量跟我们的资本放在一个对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选择clank valley是一个我们要开始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我们会我们focus在这里去把它做了 到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就是我们有那个成绩可以raise我们的series a的fund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会expand去更多地方甚至是别的国家 就好像印尼、泰国、新加坡这样子 我们会focus在马来西亚然后才去东南亚这样子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做我们晚站之前 就很多人都问我们就是万一那个衣服呢 万一那个衣服就是租了出气过后就从前就不会再回来了 怎么样 甚至我们我们有去申请那个 因为我们的公司就达到六个数字的生意量嘛 我们就去申请一个credo fund政府了 credo fund的那个他们的那个team呢也是问我一样的问题 就是之前有一个公司呢就是他们是租接租那个 Electronic的appliance的就是好像比较少用到就是drill啊这一些的 所以他们做这个租drill的平台比如不是drill吧 就是很多家用的appliance的东西 比如好像drill比较少用的 他租出去过后这个东西过后就没有回到来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人家就拿掉了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挑战是我们要解决的 所以我们的当然我们想去解决就是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平台呢 就除了可以给人给顾客给租借的人设定那个价格 租借的价格他也可以设定他要租借的他要收的deposit 就比如我租借这个裙子是100块我可以收deposit up to 2倍 你不能收超过啦 所以因为这个裙子是我们当作是用过的一个产品 所以就有可能半价 所以你收deposit最多可以收两倍 就是deposit可以收200块 所以这个方式呢也租裙子的人也比较舒服 当然住倾置的人也不可以放太高 顾客呢也很舒服去get这个deposit 因为他也会知道这个deposit是可以还回来的 所以这个方式的话他就 顾客也可以接受 然后住的人也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我感觉到 这个是其中一个挑战 我们已经是决绝了一个方案 其实现在的生意呢 我就可能就讲一些我的最近的一些朋友就比较好一点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其实我感觉到很像现在pandemic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我感觉到很多人就开始了解或者是接受或者是感觉到 那很非常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必须的 就变成把你的生意放在网站 因为就很像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卖香料店的 就他的生意是有很多已经是做了二三十年的一个 一个spy香料的店 专业卖香料的 所以还有两间店面嘛 所以就在pandemic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想看如果你是做生意人 你的店不能开 没有的做生意 然后你看到别的生意 有网站了 就是在网站做生意的人 他们的生意就是在上再上再上再上 然后你就在家里感觉到 就是做不到生意 然后你的那个顾客 就有可能被抢去 或者是你的顾客是去别的店买了 所以在这种感觉 如果我是成为一个生意人的话 我一定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了 所以我的朋友现在也是金矿 已经是投资那个自己的网店 然后就金矿把他的产品放在网站 所以就他在这个页 他的网站 就是会出来 他自己有网站 khhonline.com 所以他自己 因为他的店名是 khimhut heng khhonline.com 所以他就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是一个 大多数人都已经是知道 如果是你没有这个网店 你没有在做网店的生意 就是等于你在生意已经是 有可能被淘汰的距离是很高了 其实我们的网站VESTO是一个平台 是租借平台 所以我们没有在别的地方 去推荐我们的出界 可是我们是在Facebook做 就让 因为我们有 比如有60间店面 他们是在我们的partner 在别的地方 在Klan Aries 在BJ 在Subank 在KL 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Facebook 因为我们的公司 还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广告平台 就是最值得的就在Facebook 所以我们在Facebook做 视频 我们介绍他们的店在哪里 他们有什么种裙子 我们只是用 广告平台 就是在Facebook 跟Instagram 这样子 感觉到就是 如果是刚刚要做自己的网站 或者是自己的网店 我感觉到 如果是你的公司的品牌 已经是很多人懂的 就是 就算不是整个马来西亚懂 就是在你的地区有人懂了 然后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我感觉到是一个时候把你的品牌 做一个自己的网站 或者是自己的网店 然后就是你要用你自己的一个 你可以投资一个你可以接受的那个风险的一个成本去开始 然后当然产品方面就是你要把你的产品最好卖的产品先开始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目标就放了太大 想的太多的话 你就变成很慢的去把你的网站做好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 我们每次讲的就是要 narrow down 你们的那个business model 你的product 你的services 就是 narrow down 不要做这样多东西先 最重要就是把你的网站先launch出来 然后就我感觉到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的网站才可以做得出来 如果没有你想很多 可是那网站还没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到很重要的其中一个point 其实我们的平台很简单去用 就是你当你sign up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一分钟以内就可以把你的照片衣服放上去 然后就可以开始租借给别人或者是卖给别人的 然后如果你看过的话 他的那个我们的网站的这个interface的design呢 就是有一点像Instagram这样子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那个这样 Instagram 但是是租或者是卖给别人的一个店 这样子很简单去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衣服 你发觉你的衣橱你可以去算一下有几件 然后那个价格算一下的时候 有可能我感觉到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平台的那个价值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尝试用看一下Dress Store 来帮你们的解决你们的移除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